著名的日本演员藤原龙野主演的富士台电视剧《金色孝景》 在举行线上新闻发布会时 共演的真木杨子和山田玉柜也出席了 该剧是关于在学校引入学校孝景 由藤原龙野扮演的岛田龙瓶面对校内外发生的各种问题 在被问及中学时代的问题时 藤原回忆起和朋友一起穿越体育馆旁边的小洞的经历 他们在小洞瀑布前进一段时间后 空间变得更宽敞 里面有一个桌子点着蜡烛 在蜡烛后面的墙上映出了一个女人的人影 他们吓得跑去教职员室 告诉老师后被告知那个地方绝对不能进入 这真是个谜 藤原分享了这个意想不到的鬼故事 他表示此后他再也没有进入过那个房间 所以那个谜团依然未解 这个故事让喜欢都市传说的两位共演者感到惊讶 《我家豪宅》大公开 藤原龙也和花田正孝担任特别来宾 在节目中藤原分享了他在一家地方旅馆住宿时的经历 他说当我跟中村勘太郎一起出演电影时 勘太郎扮演的角色是道远 因此那个中派的和尚也在那里 我向那位和尚咨询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在外地演出 住在旅馆时 有时候会感觉到被鬼压 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和尚回答这很简单 藤原君 只要念这段经文 分别像中间右边左边念三遍 大多数不干净的东西都会消失的 然后当我去群马县拍摄时 在旅馆的一个宽敞的房间里 我感觉到有点害怕 所以我开着灯也开着电视睡觉 然后衣柜里的衣架突然开始发出声音 啊真讨厌 我想起那位和尚说过要念那段经文 我这样想着向中间右边 左边分别念了三遍经文 就在那一刻 在我耳边 听到了一个声音 没用的 对此共演者 挖田正笑 惊呼到 好可怕 当藤原模仿着在他耳边低语的情景时 挖田被他吓到 挖田说 我连用听的都感到毛骨悚然 女演员 极高尤里子小姐 曾在松本人志的节目上分享 她曾有一次通灵的经验 她小时候 她的房间里住着一个小女孩的灵魂 她们的关系很好 这个小女孩的灵魂会在极高小姐回家后开灯 打开电视 某个晚上极高小姐被叫起来说 你想玩吗 现在太晚了 不行了我要睡觉了 明天再玩吧 明天早上六点叫我起床 隔天她真的按时叫醒了极高小姐 这个小女孩的灵魂 即使极高小姐长大离开家 也在家里出现了一段时间 极高的父母曾说那个女孩还在家里 偶尔房间的门会开着 可以看到女孩在窥视 不过现在那个女孩可能不在了 她的父母搬家后 就不知道那个女孩的灵魂去了哪 以前美姑咪住在一个新建的公寓里 租金非常便宜 她觉得这个地方这么漂亮 租金这么便宜 真幸运 但是住了大约两个月后 邻居们陆续搬走了 楼下又有人要搬家了吗 大家都在搬家 奇怪了 她这样想着 但是美姑咪小姐自己却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 继续过着平静的生活 有一天她和来访的朋友在房间里聊天时 突然有人敲门 她说好像有人来了 但有门铃为什么要敲门 有点怪 我去看看吧 谁啊 她看到一个劈头散发的女人 站在外面瞪着她 她马上要跟她的朋友说 外面有个看起来很可怕的女孩站着 朋友问她不认识那个女人吗 她说不认识 有点吓人 然后她的朋友在去看诗 却没有看到任何人 结果她们两个都不敢出去 但从那天起 怪异现象开始发生 突然从天花板上掉下米 天花板没有动 怎么会掉下来 还有在耳边出现生气的女人的声音 还有其他现象 比如说感觉到有人一直在看着她 这个房间可能发生过什么事 因为持续的不舒服感 她请附近神社的神主来看看 神主一进门 便朝着房间走去 她说在这个房间里 她看到一个女人的灵魂 似乎是被杀害的 她带着强大的怨气 最好赶快搬家 因此美顾米小姐很快就搬家了 日本的搞笑艺人小林见到 完全不相信有鬼魂存在 但即使有灵异节目的通告 她也会接 有一天 小林见到作为特别来宾 被邀请到了某个灵异外景节目 他们去一个曾发生凶案的废墟探险 有个灵人溺者 说那个佛坛上有很多灵 小林说真的吗 她把手伸进了佛坛 找到了一个人偶 她认为很可爱 她把那个人偶抱了起来 来被灵人溺者制止 后来又说有个坐垫上 有灵体坐着 小林见到觉得很荒谬 当场把坐垫丢了出去 这样灵体还在吗 她说 灵人溺者很生气说 你在做什么 你这样会被诅咒的 最后灵人溺者非常生气 这次拍摄就吵吵结束了 不过之后小林 开始经历了一些灵异体验 在某个节目 做夏日鬼故事特辑时 她感觉肩膀很痛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有个工作人员 露出了惊慌的表情 好像是在看着小林 小林也看到了她 心想怎么了 可能她不喜欢恐怖故事吧 拍摄结束后 她去找那位工作人员 说辛苦了 你在录制的时候怎么了 表情很不对劲 那名工作人员说 录制节目时 突然在小林的背后 有一个男人的灵体 双手抓住她的肩膀 那种被抓的感觉 那时候还在 小林感到毛骨悚懒 之后前往东京电视台录音 经纪公司给她准备 在六本木的饭店住宿 到了半夜 衣架开始晃动 不像是有地震 随后衣架掉在了地上 起初她认为是 应该没放好才掉下来的 但之后发生了更奇怪的事情 衣架腾空飞了回去 结果小林整晚唱着歌 试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钟伟斌持坡志乃夫妇 两人因为剧团表演 去了广岛 住在某间饭店的501号房 房间里有个日式的拉门 钟伟一打开 里面是一道黑墙 这是什么 这个壁路的用途是什么 为什么要封住 钟伟斌觉得莫名其妙 连壁橱都没关 两人就开始吃饭 他太太说听到有人说话 钟伟斌仔细听 真的有 好像是说要喝水 走到那面黑色墙壁 耳朵贴在墙上听 果然是从里面传出来的 什么感觉 有点奇怪 难道是鬼魂吗 不可能有人在里面吧 他妻子否定了他 他完全不相信鬼魂存在 半夜钟伟斌看到那面墙 似乎有一个黑色的人影在上面 马上叫醒妻子说 有个黑色奇怪的人影 妻子看了看墙壁说 你可能只是做了个梦 没事的 明天还要早起 我们继续睡吧 过了一会儿 他们同时醒来 他们夫妇同时看到 从墙爬出来的是一群被烧焦的人 一边喊着口好渴啊 夫妇两人赶紧躲在棉被里 心里默念抱歉打扰了 请原谅我们 他们躺在被子里一回儿 终于没有声音了 慢慢起来看到那些人全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夫妇马上到柜台说了 房间里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中伟斌表示想换个房间 而柜台人员马上就答应了 请稍等 似乎习以为常了 可能是因为经常接到类似的投诉 他们去了大厅等候 他们一边想着要不要换饭店 看到剧团的人聚集在大厅 听说他们也看到了和中伟斌夫妇一样的东西 而他们住的是101号房 201号房 301号房 401号房 为什么都是1号房呢 最后有一个后辈邪心 说他不相信有鬼 要跟中伟斌夫妇换房间 中伟斌夫妇说 如果你真的不怕就可以 后辈说能住那么好的房间太好了 还笑着说真走运 但第二天 那个人面带疲惫的出现了 他说又出现了被削娇的鬼魂 为什么只在他的房间出现还不清楚 中伟斌认为那里离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地点很近 可能是在那次灾难中 失去的人的灵魂吧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下车的运晤 要去那看一下 你 明很信任 看